就算大雨滂沱 鴻海双门人郭台铭 没撑伞 没穿雨衣 环路渔民大游行 凯道登场 郭台铭大头正致辞 拿自己的亲身体验凸显行人地狱 至于随后登场的柯文哲侯友宜 同样炮打中央 他们的方法从来就是傻逼的 他们先推动那个第13期盗案方案 花了12亿 车祸死亡人数反而比执行之前还高 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下议院的总统侯友宜 人本房间的交通里面 不是只有规范跟规矩 侯友宜致辞到一半 惨遭台下民众呛瞎 连栏尾开头介绍出场 也被质疑沾染政治位 至于压轴登场的赖清德 则提出三承诺 郭柯侯赖四人全都亡不见亡 道士柯侯迁行人宣言时 很有默契 迁在一块 反观郭台铭独自迁在左下角 我是小咖的 迁在这里 环路渔民活动最后重头戏 赖清德 侯友宜率党公职加入游行队伍 赖侯柯侯四人 同场较劲满满政治位 在凯道蔓延 三立新闻王嘉宏 烂姆君 SY小组台报导